好 大家早安 我想大家有看到我们今天早上的主题 叫做如何培养思考力 掌握自我人生 我想我当然很清楚地想要告诉你说 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最终的希望都是 我们可以掌握自我的人生 你追求的所谓的任何的自由 无论是精神上的自由 物质上的自由 都是希望我们能够掌握自我人生 而我们能够掌握自我人生的 关键的起点 我必须先讲这是起点 就是我们怎么去思考一件事情的 我们怎么样子去想 去计划 去如何达到自我人生的目标 所以今天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有心里有想法 如果你有目标 如果你有想要去的地方 那到底怎么样透过思考力 让你能够真正地掌握你自我人生 达到你的目标 好 那我们就来看 好 所以刚才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老师已经破题了 如果你要培养你的思考力 如果你要锻炼你的思考力 来掌握你的人生 那么第一个关键就是要拥有什么 对 就是你的目的地 你的目标 很多人呢 其实并没有想好清楚 到底目的是什么 各位 我记得我在昨天直播当中 我有跟大家讲 目的是为了连结生命的意义 所以当你找到了意义 你才能定出你此刻的目的 所以我讲的目的地 它比较像的是意义 它比较像的是你到底为何而战 你到底要去什么样的地方 你的终点在哪里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定出终点 那么我们就无法思考 我们到底该怎么前进 所以第一个关键 一定要定出你的目的地 那么当然各位 在我们人生当中 有很多是短期的目的地 也许你没有办法马上想到 你最后要到哪里 我也曾经说过 像我们在反读行动里面 分享过这本书 叫做每个星期四 都是你翻身的机会 那里面他就提到一个观念 他说我从来没有想 我要真正的目的地在哪里 我都是怎么样 OK 这个比如说飞机一起飞 我都知道没有油才降落 那作者讲了一句话 他说因为我这样子才能够去 我没有去过的地方 可是我们在仔细深入的来思考 所以它的目的地是什么 OK 你还记得我们昨天告诉你 怎么样培养未来人才吗 其实它的目的地 就是要有更多的挑战 它的目的地 就是要去没有去过的地方 各位这样听得懂了吗 好 来 那么当我们有了终点之后 那第二个关键是什么呢 好 各位 来 第二个关键呢 就是有了目标 就要厘清现况 所以各位亲爱的伙伴们 什么叫做厘清现况呢 就是你要盘点你现在 这个起点的位置 你拥有的资源 你具备的条件是什么 我想很多人都想着要去某个地方 但是却没有怎么样 这个我们讲说要打包自己的行囊 各位 所以你要出发之前 你要盘点 你现在OK 到底具备哪些条件 你还少了什么 各位 态度只要提醒就够了 但是能力一定要时间来做培养 所以当我们有了目标 我们更重要的是 我们怎么厘清现况 而这个现况呢 包含了什么 包含你身边所有的资源 包括你的朋友 包括能够提供你协助的任何人 当然 这个现况一定是针对 我们的目的地来思考的 所以你懂了吗 如果没有目的地 那么我们盘点现况 也没有意义 所以很多人说 老师 我就是没有钱 那问题是什么 你要去的地方要多少钱 你要去的地方 是不是一定要有钱才可以呢 所以你要记住 如果没有目的地 那么我们所有的现况 各位也没有办法产生任何的价值 也就是说 为什么人会抱怨 因为他没有想好 他要去的地方是哪里 所以他会觉得 他什么都没有 但是也许 什么都没有 都不能阻止你前进 各位现在懂了吗 好 来 那么第三点 当我们厘清了现况 当我们有要去的地方 那第三个是什么呢 好 各位 来 就是请你开始研究游戏规则 好 如果你是老师的 长期的学员的话 你就知道 在我们的体验室学习里面 这个研究游戏规则 一定是怎么样 获胜非常重要的关键 所以很多人 他在想说 老师到底要怎么过关 我人生卡住了怎么办 好 各位 你就要去想 那么现在你有哪些限制呢 好 规则是限制 但是也同样是什么 各位 也同样是带给你 所有的限制 都是让你突破用的 所以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如果假设今天 你不懂的限制是什么 那你也同时不知道该如何突破 所以规则是什么呢 好 各位 规则就是获胜的条件 规则就是你现在怎么样 OK 不能够 我们讲说要在游戏的规则下来进行 所以它是获胜的条件 各位 它也同时是怎么样 是你可能当下不能够做选择的方式 好 所以你知道吗 当我们把某些选项拿掉之后 各位 我们访问会豁然开朗 就像老师周四 这个礼拜四晚上要分享这本书 会赚钱的人说话都是二选一 这本书真的很有意思 它就在告诉你说 我要怎么样子让我自己更有动力 或者是我要怎么说话 让别人可以因为我而产生行动 OK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欢迎礼拜四晚上 我们一起来听这本好书 好 来 那么当我开始掌握游戏规则 接着当然就是什么 定出怎么样 制胜的策略 可是很有意思 如果你今天没有照老师 这样的一个步骤思考 你就很容易直接跳到说 我的策略到底要什么 各位 很多的人 他就是在怎么样 在他有了目的地之后 他就开始想 那他的策略应该是什么 甚至他的目的地都还不够清楚 他就开始想策略应该是什么 各位 当然会卡关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 我们这一句话叫做 有了前面的准备 你知道你的目的地 然后盘点了你的现况 接着你研究了规则 这时候 当你开始思考你的策略 你才会发现到说 有很多的想法就会出现 有很多的这个 我们这样讲 就是说 有很多的这个冲击 各位 就会怎么样 在你的脑海里面 不断的怎么样 营绕 OK 好 来 那接着第五点就是关键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所有的思考 到目前为止都在干嘛 各位 都在做计划 那么我们来看 其实我们先讲 策略就跟下棋一样 当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 各位你要想 很多人的计划都只是在写说什么 我要怎么做 怎么做 我要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怎么做 可是下棋是什么 各位 下棋是什么 你不只要思考怎么做 你还要思考怎么回应 也就是说 你这样做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么你对应 各位 你的做法 那你接着怎么样 你要如何回应环境 周围的人 给你的这个 我们讲说 他们的行为模式 所以你知道吗 也就是说你要假想你的对手 然后呢 好 思考 我这样做 会影响对方的怎么样行为 那我又该怎么回应 所以我们在策略里面呢 我们不应该只是怎么样 只是我们个人的计划而已 而是怎么样 要怎么样 要把环境的变化也考量进去 各位 所以你才会发现到说 OK 你的计划怎么样 真的能够让你怎么样 不断地继续往前进 所以亲爱的伙伴 来 因此第五点 就是告诉你 如果今天我们已经想好了怎么做 接着在过程当中 就是要不断地思考 如何修正 各位 修正绝对是前进的 非常重要的关键 因此呢 当我们在做思考的时候 并不是我们想完了 各位 那就怎么样 就没有事情了 就开始做 而是边做 还要怎么样 边想 所以这个思考力 它是一个动态的 它是一个 你往你的目标前进的过程当中 会不断地怎么样 会有很多的想法出现 好 来 所以呢 各位老师要跟大家讲 在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怎么修正 好 各位 改变跟改善 各位 但是我们可以先从改善开始 所以一样道理 当我们今天 我们定出了我们的策略 我们第一个步骤 绝对怎么样 绝对是从改善开始 直到改善怎么样 没有办法再前进的时候 各位 又没有办法达到 我们要的目标的时候 我们才会思考说 那是不是策略 应该要做什么 做变动 好 来 那怎么改善呢 好 第一个 想想看 你的人生当中 有什么事情呢 是不合理的 好 什么叫不合理 各位 就像有一些事情 你怎么样 花太多时间做 那就是不合理 超出你的怎么样 身体范围 什么叫身体范围呢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当中 好 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怎么样 熬夜才能完成 各位 不合理 工作时长太长 不合理 那么工作的流程 一定怎么样 有问题 好 第二个 就是不一致 什么叫不一致呢 在这个 Toyota精神管理 他告诉你说 如果这个人的 表现不一致 那一定有问题 有时候好 有时候不好 那有问题 如果同样的工作 可是不同的人做 却有不一致的 这个成果 那一定有问题 同样道理 回到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是不是 也常常怎么样 出现这种不一致 我们是不是 在情绪的管理上面 是不是也常常怎么样 各位 没有办法 能够怎么样 能够和谐 所以 如果你今天 你发现到 你常常 没有办法怎么样 让自己有很好 稳定的 这个绩效表现 那么一定 在我们的工作 流程当中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有些东西 你要找出来 问题在哪里 好 最后一个 最重要 叫做不需要 好 什么叫不需要 就是我们工作当中 有没有什么东西 有没有事情 是怎么样 是浪费时间的 各位 所以你会发现到 当我们在不断修正的过程里面 要懂得用减法的原理 什么叫减法 就是这件事情 如果不做 会不会怎么样 各位 所以你要开始试着减法 试着断舍离 各位 你会发现到 你的人生会开始变得 很不一样 好 来 第六点 各位 最后 请你记得 不知道的 永远想不到 所以 思考力 它一定是伴随着什么 伴随着学习力 换句话说 很多人以为 各位 锻炼思考 就是要不断想 但是其实 老师要跟你讲 应该是要不断地 给予 我们的大脑 刺激 而这个刺激是什么 这个刺激 其实就是学习 所以 各位 你每天早上 接受老师的 早上的刺激 你会发现到 对 你的脑袋瓜里面 会开始有一些想法 萌芽 很好 那是合理的 因为你开始接受 一些新的想法进来 那当然 各位 这只是开端而已 OK 来 好 所以 今天我们的 每日力量小语 要来跟大家分享的 这一句话 送给大家 叫做 没有学习的思考 往往会变成焦虑 所以你会发现到 有的时候 我们的焦虑 也是来自于我们的思考 可是为什么今天 它会不是动力 而是焦虑呢 因为你没有接受 新的刺激进来 你没有想法 你没有出口 各位这样听得懂了吗 好 那么吸收过后的思考 什么意思 就是比如说 好 比如说你礼拜四晚上 你来听老师的反读之后 你会发现 原来可以这样 原来还有这样的想法 原来可以这样做 那么你吸收内化之后 你自然而然的去思考 我的人生 怎么样子来做 结合的时候 各位 你就会发现到 这样的思考 才会升华成动力 所以今天呢 就是老师早上 想跟你分享的 那我们也希望呢 各位 这个每一天呢 你都会有一些 新的刺激进来 然后透过你的内化 然后变成你生命的动力 往你要的目标前进 当然不要忘了 我们的第一点 先有目的地 即便就像刚刚木文讲的 暂时的目的地 也是很好的 各位这样听得懂老师一声吧 OK 好 那如果大家早安 好 那一样 再提醒大家 我们后天呢 10月21号晚上 我们就要来分享 会赚钱的人 说话永远二选一 所以如果想要 再提升自己的财富 想要呢 这个赚更多钱的 那想要让你的财富倍增的 好 不要错过这本好书 OK 那如果呢 你还不是我们的会员 你除了可以单场报名之外 你也可以怎么样 选择加入我们的年度会员 好 而且我们前面呢 已经怎么样 已经有80多本书在线上了 OK 所以呢 你现在加入这个年度会员呢 你除了今年度的这个书籍呢 都可以免费来参与之外 你还可以怎么样 还可以有一年份的时间 可以把过去我们分享的好书 一起怎么样 OK 这个收藏起来 好不好 好 那就是我们今天早上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好 那大家早安 好 好 感谢观看